要研究宇宙 我们自然离不开广义相对论这把屠龙刀 众所周知的大爆炸模型便是它一道批出来的 但是如果要探寻宇宙诞生之初的秘密 光靠屠龙刀已经不行了 此时我们不得不使出量子理论这把一天见 上回说到随着弱相互作用下语称不守恒被发现 当时各路物理学家们开始着手为弱相互作用重新建立理论 先前量子电动力学也就是QED 在描述电磁力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 所以人们想着或许可以从这里面找些灵感 于是经过重新审视QED 人们发现这一切可能和规范对称性有关 于是才恍然大悟 当年杨振宁和米尔斯提出的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 不正好派上用场了吗 在大家提出的各种理论中 以李正道、杨振宁和施文革提出的中间波色子理论最为靠谱 他们类比了QED中光子传递电磁力的方式 猜想在弱相互作用中也应该存在某种中间粒子来传递弱力 可是该理论由于存在不可重整化等问题 此时它还不能被称为一个完善的弱相互作用理论 就在思考相关问题的过程中 人们发现弱力和电磁力真的是越看越像 于是施文革提出了个大胆的想法 有没有一种可能 这两种相互作用它原本就是一回事 比如在大爆炸初期极高的能量下 弱相互作用和电磁相互作用 统一为一种电弱相互作用 只是后来随着宇宙膨胀温度降低 它俩才表现出了不同的样子 如果猜测属实 这个意外收获可比建立弱相互作用理论本身更具意义 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将要迈出大统一理论的第一步 也为今后建立可以统一四大基本力的万物理论 扔下了第一块电脚石 1961年 基于导师施文革的想法 格拉肖通过引入短程的中性流 后来被证明是由Z波色子引发 然后基于杨米尔斯理论建立了最初的电弱统一模型 不过这个模型把杨米尔斯理论里的bug 也一并继承了过来 就是传递利的波色子的质量为零 为啥说它是一个bug呢 因为当时的实验已经表明 传递弱相互作用的波色子不可能没有质量 相反它的质量应该很大才对 这个bug如何解决呢 这就要靠后来的希格斯机制 时间来到了1964年 此时有三个小组几乎同时独立提出了希格斯机制 其中希格斯等人随后各自又进一步发文探讨了该模型的性质 认为如果把规范不变性和自发对称性破缺联系起来的话 原本没有质量的规范波色子就可以获得质量 具体呢就要从自发对称性破缺说起 说自发对称性破缺就不得不提这个墨西哥帽的模型 这个帽子你可以认为它就是希格斯厂 帽子顶部是厂的势能最高的地方 越往下势能越低 此时帽子顶部有一个小球 这时候小球具有最高能量 并且整个系统处于旋转对称性状态 不管绕中心轴怎么转 小球的位置都不变 但是这样一个系统显然是不稳定的 任何扰动都会让小球滚落下来 数学上叫希格斯厂的真空期望值不为零 当小球一旦滚落下来 原本的旋转对称性就会被打破 这便是自发对称性破缺 之前说过 从量子场论角度来看 场比粒子更基本 宇宙中充满着各式各样的场 由于冒底的希格斯厂具有不对称性 此时它与一些粒子厂产生了偶合 表现为这些粒子在希格斯厂中运动时 会受到一股阻力 就像人在水中行走时的感觉一样 这种受阻质效应带来的后果 就是一些基本粒子因此获得了质量 其中就有传递弱相互作用的W波色子和Z波色子 需要说明一点 希格斯粒子本身的质量并不来源于希格斯机制 费米子的质量来源也和这些波色子不太一样 具体这里就不细说了 时间又过了四年 1968年温伯格 萨拉姆等人 通过把希格斯机制引入电弱理论中 终于解决了先前质量为零的bug 至此大统一理论的第一步 电弱统一理论正式建立 借此格拉肖 萨拉姆和温伯格 共同获得了1979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之后在欧洲核子中心的对撞机中 物理学家找到了理论预言的W波色子和Z波色子 我们知道大统一理论是我们认识宇宙的关键 比如通过电弱统一理论 我们可以推测出 在宇宙大爆炸后10的-12次方秒之前 此时宇宙的温度非常高 超过了对称性破缺的预值 也就是小球仍位于顶部 所以在这个时候 已经出现的那些基本粒子都还没有质量 随着空间的膨胀 当宇宙温度降到足够低时 对称性破缺出现了 此时遍布宇宙的希格斯场 为各种基本粒子赋予了质量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宇宙中的一部分能量 此时转化成了质量 这也是爱因斯坦智能方程 所要表达的真正意思 质量和能量其实是一回事 它们只是一种东西的不同表现形式 多说一点 今天我们接触到的这些物体的质量 其实远比这要复杂 实际上希格斯机制 只是质量的最基本起源 它为物体贡献的直接质量 仅仅只有1% 其他质量则是通过 夸克胶子间的强相互作用 粒子自身运动等等很多形式复合而来的 说完了弱相互作用理论的发展史 我们再来说说强相互作用的 之前说了 当时物理学家通过对撞机 发现了各种各样的粒子 由于粒子种类实在太多 于是人们猜测 这些粒子或许并不是最基本的粒子 而是由其他更基本的粒子 组合而成的复合结构 就在格拉肖提出第一版电弱理论的同一时期 盖尔曼和茨维格就各自独立提出了 组成这些复合结构的夸克模型 今天的我们已经知道 由于夸克禁闭现象的存在 夸克这种基本粒子很特殊 它不能孤立存在 所以当时物理学界对夸克的本质存在着争议 觉得它可能不是物理实体 而只是理论中的一种抽象概念 此外 人们还发现了夸克模型存在的一个问题 就是有些复合粒子 它由三个完全相同的夸克组成 波函数一模一样 但是根据泡利不相容远里 任何两个费米子 不能同时处于完全相同的量子态 也就是它们仨不可能凑一块 于是为了夸克模型的成立 人们为这种假想粒子 又添加了个额外的量子数 颜色 至此夸克模型看起来 确实像那么回事了 理论有了 接下来就看实验物理学家的了 这时候 美国斯坦福直线加速器恰好兼成 很快 人们就通过深度非弹性散射实验 首次探测到了质子内部具有自由运动的点电荷 从而证实了质子确实存在内部结构 但是这个实验并不能证明那些点电荷就是夸克 所以当时很多人仍然保守地称它们为部分子 接下来 实验物理学家陆续发现了由不同夸克构成的复合粒子 这些粒子与夸克模型所预言的完全一致 至此物理学界才普遍接受了夸克模型 虽然夸克模型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但是谁也没有真正见过这种粒子 当然这里说的见过指的是在实验中直接探测到 它们似乎被某种神秘的力量禁锢在了墙子之中 严禁人类对其进行溃探 有些理论认为 传递强相互作用的胶子就像橡皮筋一样 将几个夸克捆盲在一起 当你不断加大能量试图将其拉开时 它们之间的作用力也会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增加 此时就算你把橡皮筋拉断了 那么施加的能量将会转化成新的夸克 出现在断裂开的橡皮筋两端 所以你还是无法得到孤立的夸克粒子 这就是夸克禁闭现象 当然解释夸克禁闭有很多种方式 比如常见的色合解释 色合是夸克和胶子的一种性质 虽然它不是真正的颜色 但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不同的粒子携带不同的颜色 由于孤立存在的粒子只能是白色 但夸克由于有颜色所以无法单独存在 除非它们组团出现 因为这样它们的总色合可以凑成零 就像是显示器RGB三种颜色叠加成了白色那样 这就是量子色动力学QCD对夸克禁闭的解释 作为描述强相互作用的理论 QCD也是杨米尔斯理论的一个成功运用 它不仅解释了神秘的夸克禁闭 同时还预测了一个与之相反的现象 渐进自由 和被禁锢的夸克禁闭不同 渐进自由说的是 当能量足够大或者距离足够近的时候 夸克间的相互作用将变得非常弱 以至于夸克会以等离子体的形式自由存在 早在1969年 当时就有物理学家曾发现了规范厂论的渐进自由 不过那时人们只把它当成了数学计算上的小bug 并没有太当回事 然而历史告诉我们 越是在这种不起耳的地方 往往越是隐藏着大发现 1973年 维尔切克 格罗斯和修·波利策 果真发现了渐进自由不是bug 而是真实存在的现象 借此他们获得了200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渐进自由的存在 意味着在温度足够高的宇宙极早期 此时的夸克不受束缚 完全是自由状态 这时候的宇宙充斥着大量的夸克胶子等离子体 因此这一时期被称为夸克胶子时期 随着宇宙温度的降低 那些自由的夸克逐渐结束了单身生活 三三两两的组成了一个个小家 过起了各自的小日子 好了 关于电磁力 弱力 强力 现在都已经有对应的理论 接下来一个描述所有粒子的统一模型 标准模型互之欲出 同素于董聊量子 我是林某 下期见 拜拜